第九十九集,四大王 上一集说到啊,圆虫幻有一些些可爱 这一集先把我忘记的或者没有解释清楚的细节 赶紧说一下,要不我可能又忘了 先说一下啊,猪八戒去那个灵堂 之前我说有可能是人名,后来我就意识到不对了 然后一直忘记说,现在说一下啊 这段话说的是灵堂大门,粉墙就是粉营 到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心里难受,声音颤抖 半开半眼的门就是灵堂大门,让后来人祭拜 这个说完啊,再说一点 昨天我没有确定左梁玉是不是汉奸 但是现在我确定了,他就是和后金深度勾结的汉奸 因为啊,黄河水泊那个地方点出来玉这个字 后面妖怪睡觉,那个圈子可以说套在左边胳膊 左梁玉三个字占两个,而且啊,左梁玉放水 只杀百姓,不杀妖怪 妖怪也不和他对战,也不对他是圈套 这一切说明左梁玉是汉奸 他在西北打农民军的时候,他一样消耗大明的国力 所以啊,这可以看成他和后金内外配合 在军事上,经济上拖垮大明朝 而大明的高层,从皇帝到内阁一群汉奸 这样的大明实在是没法救 所以啊,作者说,袁崇焕些些可爱 因为他是真的,宝如唐碧当车一样 以自己弱小的肩膀,硬扛着倒塌的泰山 这样的压力啊,实在是难为他了 我对袁崇焕只有崇敬 他可以说是民族英雄 前面的一路说完,我们继续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袁崇焕在妖怪洞里放火 说的如果不是宁远之战 那么也是袁崇焕对后金持续不断的打击 虽然不伤筋动骨 但是也让后金寝食难安 这个时候啊,我们看作者怎么描述的 他说,妖怪拿着圈子灭火 圈子到了,火就灭了 这个圈子啊,就是后金和大明内部汉奸的勾结 也就是说,袁崇焕被汉奸各种牵制 让他都没有办法发挥实力 所以说啊,汉奸卖国贼,一个个都该杀呀 最终啊,是汉奸牵制住了袁崇焕 让他没有办法继续扩大战果 这时候,妖怪说了 他说,我的本事就在这个圈子 圈子在,我就是无敌的 我一定把你千刀万剐 这也正是点出啊,袁崇焕最后结局 他就是被崇祯凌迟处死 同时,这也照应了前面那段对袁崇焕的描写 欣欣眼,枯明明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枯里面有个冤屈的驱子 说明啊,袁崇焕死的冤枉 作者真的是啊,哪一点都不遗漏 交代的清清楚楚 然后,孙悟空因为他把兵器都偷回来了 所以带领大家又和妖怪打了一场 这下好了,兵器又被全套走了 我们看接下来作者的描述 大家彼此埋怨,只有水泊不说话 这就是点出来啊 此时不知情的各路将领,彼此矛盾不断 而真正的汉奸,左良玉,一句话不说 太多细节了啊,我这样讲真的很慢啊 不过也没办法,这就说的是雪林林的历史 一点点前进吧 孙悟空说,大家别着急,也别烦恼 妖怪比我们强的,只有一个圈子 这是再次点名,厚金,努尔哈赤,黄太极 这帮人真的没本事 他们完全就是依靠大明内部高层的汉奸集团 孙悟空说,我去找如来佛祖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孙悟空来到灵山,看到如来 作者这里有个景色描写 其中两句说的明白 西天詹巨镇,形式压中华 大家看看,这已经很直白了吧 西天集团,他们的目标就是压迫中华 这时候啊,就有一段关键对话了 就是这段对话让那些垃圾解读者 兴奋的好像吃了激素一样 如来说,我知道那个妖怪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跟你说了 这个妖怪就要找我算账 于是啊,垃圾解读者就开始各种胡说八道了 怎么胡说八道的,我也懒得重复了 马上大家就会知道 为什么如来不肯对孙悟空说那个妖怪的身份 因为啊,这个妖怪也就是努尔哈赤 他是太上老君的青牛 大家还记得之前小雷音的故事吗? 小雷音那个黄梅大王,他是黄太极 黄太极是努尔哈赤的儿子 但是黄太极的背后是弥勒佛 弥勒佛是如来体系的 是佛教中的一员大将 也就是说啊,后金的前后两任头目 他们背后不是同一波人 黄太极是如来体系的马仔 努尔哈赤是太上老君手下的马仔 如果我们把天庭啊,看成一个朝廷 那么黄太极和努尔哈赤 他分属两个部门 因此啊,如来不肯对孙悟空说 那就得罪了同事,关系不好处理 但是在利益面前可真没有任何关系可言 我们注意一下啊 努尔哈赤很快就死了 他年纪是够大 死时候啊,67岁 但是他死的时刻非常微妙 那时候,后金勾结大明内部汉奸就要成功了 就这时候他突然就死了 也就是说,太上老君就要成功的时候 他的马仔死了 接下来就是黄太极上位了 黄太极就是如来体系的了 可是我们看看啊 黄太极就在他成功的前一刻也突然死了 死时候,51岁 他死后一年,清军就入关了 大家注意一下啊 清军入关时候 为什么是个六岁孩子当皇帝 那黄太极还有好多儿子呢 不就这一个啊 之前我们看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没有读懂西游记中隐藏的历史 而且这个历史啊 还不是人间的历史 他涉及到世界的真相 是西游记的作者详细的告诉我们 七天神仙的派系 以及他们怎么操纵人间 我们看看啊 太上老君的马仔在成功前一刻死了 那么太上老君就忍了这口气吗 显然不会啊 所以那个黄太极也就在成功前一刻 也他们死翘翘了 这应该就是太上老君的报复 如来和太上老君交手过后 他们达成了默契 默契就是扶持一个小孩 也就是六岁的顺治皇帝当傀儡 因为皇帝只有一个 但是辅政大臣却可以好多个 这样啊 如来和太上老君都可以在清朝的高层 安插自己的马仔 我们这样看世界 看人间历史 然后再对应现在这个情节 就是如来说 我知道妖怪底细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这不就一目了然 再也没有任何困惑了吗 顿武功说 好吧 你给我什么宝贝杀妖怪 如来给了他一样宝贝 叫做金丹杀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杀 你换成杀人的杀 马上就明白了 金丹杀 就是杀金丹 而金丹就是太上老君的标志 这就是告诉你 如来要杀死太上老君的马仔了 大家看看啊 这个作者是不是神仙 除了神仙 谁能知道天上的事还这么详细 如来通过金丹杀 杀死了努尔哈赤 也就是杀死了太上老君在人间的马仔 现在大家可能有一点困惑 就是为什么他们同在天庭还有分歧呢 他们不是都要压迫中华吗 这就要大家想一下 我之前说的 西天神仙要神州大陆的神吗 他们要的是神州人民的精气神 而这个精气神是人民对西天神仙的信仰 可是如来是佛 太上老君他是道 他们不是一个系统 不是一座庙啊 你信佛了也就不信道 虽然有人啊 估计两者都信 当然这样的人 他们啥都信 没准他们连狐狸精都信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佛道分开的 所以啊 如果努尔哈赤活着进中原 那么太上老君的香火就旺盛了 他就能吃得撑死 如来肯定不干啊 神州人民总数也是有限的 你吃 你吃饱了 岂不是饿死我 所以啊 我弄死你的马仔 让我的马仔上位 这就是如来出手杀死努尔哈赤的根本原因 这里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那是事关谁吃肉 谁喝汤的核心问题 说到这里啊 我不由得要再扯一下贤篇了啊 这个贤篇我一直想说出来 只是没有机会 这个情节恰好是个机会 大家知道啊 太上老君他是炼丹的 他炼至九转还魂丹 他有个炼丹炉对吧 炼丹我们想象成熬药 药罐子熬药对吧 你熬好了 是不是要把那个药倒出来啊 你倒出来 那个药罐子是不是底朝天啊 丹炉也一样 丹炉底朝天 就是倒过来 那你看你倒过来 是跟什么一样 丹这个字啊 你倒过来就是甘露的甘 甘露是谁的呀 观音菩萨的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 如来体系和太上老君体系 也就是佛道两个体系 在高层是有紧密配合的 就是说啊 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收割神舟百姓的精气神 甚至生命 只是呢 果实收割了上来 怎么分配 是他们之间的致命矛盾 是不可调和的 因此呢 有个观音菩萨 在佛道之间呢 当润滑器和联系人 让双方不至于打起来 这个观音怎么来的 大家如果了解风神演义就知道 它本身是禅教这边的 禅教那边都是道 后来 它 它是雌行道人 它跑到了如来这边 当了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和雌行道人 是一个人 所以观音 它又是佛的 又是道的 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吧 观音呢 那个人参果树 就是收割人类精气神 甚至人类生命的具体代表 它这些东西 会送到太上老君炼丹炉里面 炼出什么呢 除了太上老君的九转还魂丹 还有观音菩萨 那个玉镜瓶里面的甘露 也就是说 不论九转还魂丹 还是甘露 那都是人间百姓的精气神 甚至生命 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观音菩萨 撒甘露就能救命了吧 因为那个甘露啊 本来就是人类的生命精华 一万个人的生命 制造一滴甘露 给了你 你自然精神百倍 甚至死后复生了 那个九转还魂丹也一样 壁上的汉奸 为什么能有九转灵魂 是因为无数被收割的人类 他们的精气神 滋养着这帮九转灵魂 大家看一看啊 其实神仙的真相啊 并没有一直隐瞒 而是很大一部分 是摊开在人间的 只是啊 大家都被蒙蔽了心智 以至于完全视而不见 甚至盲目崇拜 这个事我就没法再说了啊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故事 还不能看故事 我还得扯两句 很关键 就是很多垃圾解读者 他们一直说啊 西游记讲的是三教合一 哪三教呢 就是儒是道 儒教 道教 佛教 这叫三教 但是儒家从来不是儒教 世界上根本没有儒教 只有儒家 因为宗教啊 它是偶像崇拜的 儒家根本没有偶像崇拜 所以根本不存在儒教 只有儒家 所以呢 如果那些垃圾解读者 非要说三教合一 那只能说三家合一 也就是儒家 道家 佛家 但是这个家 就是研究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研究一下 佛教典籍 道教典籍 但是我不信他们 我只是看看 他们的典籍写了什么 那么我研究明白了 佛教和道教的典籍 可是我不信他们的话 我不崇拜他们 那我可以说 我精通了佛家 道家 但是我绝不是佛教 道教 这里的区别啊 必须说清楚 那些垃圾解读者 就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他们自己是傻逼 还带歪节奏 从来没有儒教 你哪里来的三教合一啊 这就都是六贼啊 现在大家估计会有新的问题 既然你说佛也不好 道也不好 那道家可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啊 你这不是否定祖宗了吗 这里啊 我还必须再次声明 我非常尊重并且认可祖先留下来的文明 道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明 是这个道凝聚了神州人民的思想 甚至可以说神州人民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人民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这个道 中医啊 正是道的显化体现 中医保护了神州百姓千万年 但是呢 正如中医中也有一部分医生 他走上了邪路 你不能说他们是中医 他们就都是好的 这个太上老君代表的 就是道中被他们歪曲到邪路的那一边 无论如何 你说拿神州人民的精气神甚至生命来炼丹 你能说这是好的吗 这太邪性了 这绝对是坏的 好的道可不是这样啊 所以啊 我们分清了这点 就明白我批判什么 拥护什么了 好了啊 说完这点 再继续下面的故事 这里啊 还有个细节 就是如来留下了 降龙福虎俩弟子 说悄悄话 然后啊 他们就一起回来打妖怪 这个后面细节也好多 我都累了 我不说那么多细节了 大概说吧 就是啊 孙悟空啊 和妖怪打 这时候和尚扔沙子 这时候还不行 这细节还得说 我不说啊 估计我过不去 西游记作者交代的 我必须都解读出来 这个撒沙子 他也有细节 和尚们先埋了努尔哈赤三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努尔哈赤三十岁时候 是阶段性成果 这时候他统一了 剑州女真各个部落 算是个人物了 后来啊 他就再跳 再跟大明对战 也就是后面的两尺多 然后他就死了 说完这个 就可以继续下去了 那个妖怪啊 又把和尚的武器都收走了 这时候 孙悟空正没有办法 降龙福虎 就来偷偷告密了 他们说 这个妖怪啊 你要去找太上老君 他有办法 孙悟空就一路上来 到了天上 这一次啊 他走南天门 这就是说神州的事 孙悟空根本没有去找玉皇大帝 这就是说 太上老君 在天庭 也有自己的特殊的 其实可以说独立的势力 那个玉皇大帝啊 可以看成一个区幻的集合体 天庭具体就是 太上老君啊 观音啊 如来啊 这帮人 孙悟空直接找到太上老君 他们发现青牛没了 青牛啊 这里就是清朝 太上老君说了 看炉子那个小童啊 他吃了仙丹 睡了七天 所以那个牛就下界七天 天上一日 地下一年 也就是青牛在地上七年了 我们看看啊 当年努尔哈赤开始打明朝 他没打之前 他先弄了一个七大恨 这个时候是1618年 这对应一个七 然后呢 真正开打 萨尔许之战 是1619年 然后经过七年 1626年 努尔哈赤就死了 正好七年 大家看看啊 当我们一旦看懂了西游记 那你看这个数字 是多么的合拍啊 神仙作者 我只能再一次赞美他了 然后呢 太上老君就说 你这个家伙 偷了我的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叫什么呢 叫做金刚卓 就是那个白圈子 这什么玩意儿啊 我们看看字面 这就是和那个金丹杀 完美对应啊 金丹杀 是杀道士 杀太上老君 金刚卓 就是杀和尚啊 金刚不就是和尚吗 太上老君呢 那是一点也不怂啊 他知道如来使坏 杀了他的人间马仔 努尔哈赤 他等了一段时间 就在如来的马仔 黄太极 就要成功的时候 他出手就杀了黄太极 这就是金刚卓呀 大家看看啊 这个历史啊 这个天上的斗争 和在人间的反应 他真的太神奇了 说实话啊 我说到这里啊 我都非常感激 深宫暴 是他把天上的真相 和地上的联系 公开给了我们凡人 如果没有深宫暴 我们怎么能知道 天上的斗争如此激烈 我们又怎么能知道 人间的这种 关键人物生死 其实是上天神仙 斗法的结果呢 如果没有西游记啊 你肯定以为 奴尔哈赤和黄太极 都是病死的 可是啊 有了西游记 当我解读出来之后 我们就能知道 他们都是被神仙害死的 那疾病只是表现方式而已 真正的死因 是神仙要他死 因为啊 金刚和金丹 针锋相对 所以啊 最终妥协出来一个 六岁的皇帝 你要知道啊 黄太极有一群儿子 顺治是他第九个儿子 前面那些没死的 还都活着呢 那为什么选他呀 这个家伙名字也奇怪 他本名叫做福林 你看啊 他能六岁当皇帝 而且是入主中原 这对他来说 这不是天上掉金山的福气吗 所以他叫做福林 而且我们再看看 他的年号 顺治 很明显啊 他的意思是 我自己没有主意 你们天上神仙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所以叫做顺治 就是他甘心做傀儡了 后来啊 我估计他实在受不了当傀儡了 所以他就跑去出家当和尚了 但是他不干 他想逃避 那怎么可能呢 他的本质是西天集团的麻子 你有啥资格料挑子不干啊 这由得了你吗 所以啊 顺治是1660年当和尚 1661年 就一年不到 他就死了 说完这些啊 我们再回来故事啊 太上老君一来就收了妖怪 这里啊 还有个细节 这个细节我就看不懂了 所以啊 我就留给大家 咱们一起猜 尽量的不留遗憾 太上老君 穿了那个牛鼻子 他说这个东西叫做槟榔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槟呢 就是出槟的意思 槟榔就是死人了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死在这一刻 也就是1626年9月30日 哎呦 其实大家现在能感觉到了吧 很多细节啊 我是都不清楚的 我就是一直写下来 我不清楚我就硬写 但是写到这里啊 我就突然明白了 所以很多事 我自己也没办法说 这个故事啊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现在啊 已经被这个故事搞得筋疲力尽了 我就不说了啊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不谢谢 load 装可是